想要成为一名奥运冠军有多难 四岁开始吊单杠 每天训练超过八小时 一直要到十四岁 练得好被挑到国家队 练得不好只能一辈子默默无闻 一场比赛结束 两个女孩总算能歇一口气 守在场外观看的家长 对教练提出了异议 她的女儿是刚才获胜的王露宁 当初送孩子来训练 只是为了增强体制 也不指望将来成为世界冠军 这样的方法会不会太严格了一点 而教练虽然长着一张娃娃脸 态度却没有丝毫松动 训练就该有模有样 比起她小时候的训练强度 现在的孩子已经很轻松了 王露宁家的情况只是个例 而大部分参加体操举重训练的孩子 都是农民出身 读书不能出头 成为专业运动员就是另一个选择 站上国际赛场为国争光的同时 还能改变命运 就是他们最大的希望 俗话说 排上一分钟 排下十年功 孩子在训练中受伤已是尝试 输了比赛的邓童 上药时忍不住哭了 可妈妈一句不练了 她又憋了回去 因为她知道长大了要赚钱 要给爸妈买新房子 同龄的孩子想着怎么玩的时候 她却在考虑这些问题 父母听了既欣慰又心疼 可这都是为了将来 必须付出的汗水 要知道冠军只有一个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在这里孩子们基本听不到鼓励 动作不标准 那就得一次次重练 但在男生队却有个例外 阿南天赋过人 教练对她抱有很大的期望 日常训练也比其他小孩严格 可阿南性格敏感 一被教训就忍不住掉眼泪 教练头疼不已 和男妈闲聊的时候常常提起 这孩子什么都好 就是经不起批评 男妈一脸难堪 她今年34岁 看起来却像是老了10岁 原来他们家并不富裕 阿南的两个哥哥也参加过体操队 可训练效果不好就被劝退 现在阿南就是全家唯一的希望 为此男妈一有时间便会盯着她训练 在家也常常烧香拜佛 祈求悦娘保护孩子训练顺利 过度操劳的后果便是经常住院 可就算这样 她也不忘叮嘱阿南好好练习 这天训练结束 孩子们都被家长接走 阿南却没人来接 妈妈又住院了 她只能被保洁阿姨送去幼儿园过夜 孩子们都已入睡 她却睁着眼睛 默默地流泪 第二天训练 她又因为动作出错被赶到一旁 教练怒气不争 过了一会儿 还是不忍心 又把她拉到身边 掉眼泪有什么用 拿不到第一 什么都是白费 你们唯一的目标就是 当冠军 拿金牌 队里比赛 明明有七个孩子 教练却只准备了六份零食当奖励 最后一名的孩子 则为安排与国旗合影 除了鼓励安抚的意思 更多的是为了告诉他们 与国旗合影是一种光荣 为国争光是一种使命 空闲时 教练也会带着他们去比赛现场观摩 这样的教育无处不在 幼儿园老师也会在上课时 用争取金牌的方式 让孩子们比赛画画 邓图拿到第一名 他高兴地接挂金牌 甚至在放学后 还要对着镜子模拟登台领奖的场景 仿佛这样就能梦想成真 对孩子们而言 过程虽苦但有盼头 训练队里还有一对 舒小便的双胞胎兄弟 两人背负着爷爷奶奶的期望 为了挣钱 退休的爷爷成了一名下水道清洁工 白天工作 晚上就在家 督促孙子训练 教练也会在训练间隙 教育俩兄弟要学会感恩 长大一定不能忘了爷爷 一段时间过去 兄弟俩被允许参加比赛 可同时 他们必须剪掉 从出生就留着的小便子 尽管不情愿 他们还是去了理发店 拿着剪掉的小便子满是惋惜 好在付出总能换来回报 几天后的少儿体操比赛中 男女训练队都拿下了团体冠军 对训练队的孩子而言 这是一条没有尽头 也没有退路的跑道 也许一开始你会觉得残酷 你会指责孩子失去了美好的童年 你会指责 小小年纪就背负起国家的荣誉 和家庭的希望 你会批评他们 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压力 可仔细想想 除了体育任何一个行业想取的成就 都得受苦 成功不就是靠千百次的练习 熟能生巧而来的 反过我们 不也是在既定的教育体制中成长 比起批判现实 发泄心中的部分 不如多看看这些孩子的眼睛 那是一种永不妥协的毅力 每个人的成长都是一场血雨腥风 不管在何种体制下成长 但愿我们都能像这些孩子一样 顽强 倔强 面对生活绝不言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